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告诉我出租房子是不可以来计算我配修金的点 又有告诉我只要我自己管理这个房子 如果我每年用的在上面的时间超过250个钟头以上呢 就可以作为计算这个东西 那么我就想知道这个事情具体是怎么操作 有什么问题风险在什么地方 首先呢你的问题呢 直接了当的告诉你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 风险也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是这样子哈 因为你现在要的目的去处理这种做法的话呢 我们认为可能并 我个人认为了 并不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 那么原因是这样的 首先你讲到250个钟头呢 这倒并不是个硬的必须要的 它是税务局给你一个所谓的避风港 Safe Hubbard的一个要求 如果你达到这个呢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要这样处理呢 作为税务局来讲呢 就是说你哪怕不达到这个250个钟头 你有足够的理由的话呢 也可以处理的 所以呢不管你怎么做 税务局都有可能计算你的具体情况 是不是符合它的要求 比如说你有多少个property出租 这些property的性质是怎么样的 是商用的呢 还是民用的居住的呢 还有呢你具体做了些什么工作 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的 那个重要的一些东西 都要很好的证据告诉它 那么才能取得这样的资格 那这样做呢 对您的情况来讲呢 就显得就是复杂了很多 首先就是说 我们要说的是 不一定能达到您想要的要求 为什么呢 你要达到退休的点 是要有足够的收入 那么大家知道 在出租房屋的时候 的收入吧 是你有租金收入 可以取掉所有开支净收入 并不是很多 甚至是亏损的 在账面上的报税的时候 现在如果亏损的话 你就没有收入 或者收入很少 这样的话呢 你并不能取得您想所要的 所有的退休累积的 那个积分点 所以呢 这个不一定能够做到 第二个 它规则上不一定是一个 必须一个长期的生意行为 而且要稳定的一种生意行为 如果你今天这样做 明天这样做 那样做 觉得不是很稳定的话呢 有可能取消你这个资格 所以呢 这个不合适 还有将来你真的退休了 你的这个 这个出租的投资吧 这个房产投资 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那么呢 它还会继续认为 你必须这样做下去 因为这是一个 不能随意改动的 那么你要随意改动 你要拿出很多证据来 那到那个时候 你又会觉得不合适 那么如果你真的是 这个生意做得好 你可能会越说越多 那么那个的话 收入就很多 很多以后的话 你要知道 所谓的social security的 那个点数啊 这些东西 那么就是你要叫 social security tax的 而投资收入 不需要交这个税 那么也就是说 你将来是不是 还继续愿意交这个税的问题 也要考虑 所以呢 我们认为 这种普遍情况来讲呢 并不是大家 都是很愿意去这样做 唯一的 什么样的人需要这样做 就是 他知道我房屋有亏损 但是呢 他因为有比较高的收入的 这个房屋的这个亏损 不可以用来抵税 不能当年抵税 只能推延到将来 有可能的时候去抵税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是说 它是一个生意行为的话 那就100% 当年可以用来抵税 那个时候 大家才想要用这种做法 所以呢 我觉得你要三四 是不是要这样做 相反 因为现在美国这边的 就业条件比较好 不难找到工作 哪怕你不会讲英文 你可以看有很多地方 一些地方就 讲中文的它也够了 尤其在我们休斯顿这边 华人开的公司也很多 各种商业 那么你就要去 如果你愿意去做点工的话 那么也不难取得这个资格 而且非常容易 而且也很简单 没有任何风险 因为你工作 它会给你发一个工资 但到年底报税的时候 那么清清楚楚 很简单 你报税也不复杂 所以呢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你看看 是不是具体来讲 对你来讲是不是合适 好吧 我们今天这个问题 讨论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二 这个时候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